其實林穎他們今天除了提告,廣告公式也是不斷 比方說有半版的廣告啊,打這個假切拼真摘張 而且最近電視也一直在狂播的 就是說他把你所有一些試驗的話串起來 他不是說他選戰要8000亂打完嗎 你那個電視廣告跟報紙廣告早就把8000亂幾倍的我跟你講 第一點喔 我覺得是這樣啦 不要再看這種打問號的廣告 有本事請用連勝倫本人或是連勝倫的那個競選總部 你不要老是搞一個台北市黨部啦 什麼立法院黨團啦 那躲在那個言論免責權的後面放炮你知道 有本事請不要用問號 請公開句名 然後用那個句號來問問題 你不要每次都問個問號 有本事你就正面陳述 這樣我才知道我要告誰 謝謝 好謝謝柯醫師 句號驚嘆號都可以 那我們也看到我們今天總共的平面報導 他們累積出來我們的估算金額已經超過了800萬 已經超過800萬 對我們來說我們從來沒有在我們的報紙上下過這種負面文宣 我們根本沒有買文 我們沒有在報紙上買過文宣 謝謝柯醫師 沒有說負面的文宣都沒有 謝謝柯醫師的糾正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